在去年12月25号上任 台北市长角万安即将在4月3号迎来就职100天 对此角万安盘点说明他上任后 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及推动进度 希望一步步落实让市民有感 我们从上任到现在 不管是对于未来台北市推动大都更 我们上星期也提出了公办都更7599专案 还有都更五件 就是希望透过法规的松绑门槛降低 能够让民众对都更看得到也做得到 另外我们对于交通的建设 不管是市民满意度很高的U-bike 我们也跟资讯局透过数据的分析 希望能够有更有效率的配置 还有市民关心的大巨蛋 我们也积极的努力朝向年底 能够正式完工启用前进 当然还有包括民生 年轻人非常关心的 不管是生育奖励的提高 还有对于我们托育人员薪资待遇的提升 从34000到38000等等这些政策 还有包括捷运的新建 东环段 我们也积极的朝向两年内 能够竞速动工的目标前进 我们会一步一步就这些政策 推出来让市民有感 另外针对近日北市府联报贪赌案件 角安强调已经在市政会议上告诫同仁 反贪清廉是核心价值 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这些案件不管是在哪一任市府 我们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也在市政会议上面 再次的告诉我们市府同仁 反贪清廉绝对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也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也再三的请局处首长 告诉我们市府同仁 绝对要洁生自然 清廉自持 也再三告诫我们市府同仁 误触法律的红线 对日前网络媒体调查 六都市长好感度 角安最低 角安表示上任至今 市府团队所有同仁都非常努力优秀 自己也就市民关心了重大建设 社会福利陆续提出多项政策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 让台北市不断往前迈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